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三个负运母 是什么呢 这三个负运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负运母 到了冬天呢 我们这个小朋友们要穿棉袄 大人也要穿棉袄 穿棉袄 这个跟那个I要去分开 上次我们学的I 这是A和I 这是I 分开一下 这个I发I的时候呢 张大嘴巴 I 是这样发的 它书写的时候呢 就是字母A和O 它们的书写格式站位 四线三格 站的是什么呢 中格 站的是中格 看下边 下边一个 这是什么样的 海鸥 一只海鸥 一只飞翔的海鸥 海鸥 看这个 欧 这是欧和乌 有欧到乌 滑动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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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音的时候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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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区分开 位置不一样 他们两个虽然组成了两个 两个音母 但是他们的位置不一样 发音是不一样的 这是V V 这个要区分开 待有声音的时候 我们来读一下 这是带有声调的 声调的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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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声调的 带有声调的 那么有的小朋友问了 有的小伙伴也很纳闷 那么在这个标声调的时候 该怎么标呢 在标声调的时候该怎么标呢 我们都知道 声调呢是标在韵母上 标在韵母上 那么如果出现在 如果出现副韵母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标呢 它的具体位置应该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有阿赛的话 一定要戴在阿的头上 这个声调一定要戴在阿的头上 如果阿不在的话 那就是欧和欧 欧和欧 放在他们两个头上 要是一和欧在一起的时候 谁在后边就给谁戴 谁在后边 就是把声调放在谁的头上 就是把那四顶帽子 谁在后面 把那帽子给谁戴 我们再来强调一下 声调的位置 声调的位置 如果有阿赛的话 这个声调 这顶帽子一定是戴在阿的头上的 如果没有阿的话 那就是欧和欧 戴在他们两个的头上 要是欧和欧在一起的话 谁在后面就给谁戴帽子 谁在后边就给谁戴帽子 这是声调的位置 声调的位置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声调 声调 带有声调的预模 看一下这个 这是欧 轻声的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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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带有声调的 带有声调的 有阿 一定要给阿带上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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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一个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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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调的 看 不带声调的 欧 欧 欧 一个欧在一起的时候 谁在后面 声调的帽子就要给谁 谁在后面 声调的这顶帽子就要给谁 那么看一下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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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猫 这个 草 草字 草 吃吼 草 吃吼 草 一个草石头 一个早上的早 草 草 一个竹 竹子旁 一个跑 一个包 包子 所有结构 跑 跑 跑 来看一下啊 这个 这是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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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脸 就是这个音 肉骨头 四声 再看一下 鸡 这是什么样呢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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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楼 keyboard 看 七楼 七楼 踢秋 踢秋 七楼 踢秋 来,读一下啊,这个 这是我们今天学的三个富裕母 它跟生母该如何拼写 行了,小伙伴们 今天的课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拜拜